- 請揭牌 - 掌聲鼓勵 新住民朋友 進到高雄會面臨到幾個層面的問題 生活 就业 创业 生育 还有教育 各种状况问题 所以高雄市政府有这个责任 一定要尽最大力量来协助 我们的将近这么大的 与数字的所有的桥外新住民朋友 让我们高雄新住民朋友 过得更快乐 更窝心 更温暖 新住民来到我们高雄做工作 生活的家庭人所就超过到20万人 高雄为了和新住民更多协助 特别生立到高雄市新住民事务专案办公室 邀请到来自到柬埔寨 同时也是经理员的林立禅 担任到执行长 我们知道来到高雄不是只有结婚过来 可能来这家投资 来这做生理 来这做工作 不管你是来这里赶演维 或是赶众议员 我们都希望说他的需求 我们都看有也能跟他合有的电 所以呢 就有这种专案办公室 拉出来去做一个独立横向的话题处连结 现在有在把国中小有加入一堂 这个多元文化课程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认识 其实就是因为你不认识他 對 我覺得你多認識那個族群 你就會更多了解 你就懂為什麼他們的宗教根本不一樣 為什麼他們的生活作息跟吃的東西根本不一樣 我覺得你多一份了解就少一份起司 這一次的紓困方案也要移民的朋友也可以申請 而且是未涉及之前也可以申請 就是他沒有身份錢他也可以買 怎麼說呢 很多從歐洲來讓高雄的已經在這裡開店 做成一二十年了 但是因為他沒有身份錢 他沒有需要幫他倒閉 所以這一次專辦就協助了財政局 去援女請我們的高雄銀行 來做一個紓困方案的協助 讓我們的移民和高雄都可以申請到 市長對他的照顧 你好 我是在 Honduras 我來台灣出二十年 我很開心在台灣 我很喜歡高雄 我去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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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也去高雄 高雄也去高雄 這陣子就是我們台灣的新住民 來做到不一樣的國家 有不一樣的文化 中做到不一樣的行業 變成不一樣的區域 但是有很多選擇 躲在高雄的新住民 在這裡較大的市場的生活 就算有不一樣的出軍 但是一樣的是 他將我們台灣 動作自己的家 所以說 我們也要將他們 動作自己的家裡的人一樣 精心對待 保重照顧 共同來實現到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力量 移民在高雄 連結全世界 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